為什麼完全沒有人支持我們 英國政府為什麼完全不支持我們香港議會呢? 有時候彭帝康訪問一下他都沒有空 就是退了 一個禮拜就是英國留了一個禮拜 原本我們星期五就上有一個記者小待會的 但是英國的政局是非常不穩定 非常激烈 英國的王牌政黨的保守黨 就幾乎差不多是瓦解 我對這件事情一直都有跟蹤的 英國有一個叫Niger Fargo 他原本就是負責號召的人離開脫歐Brissey 之後他就一直正值 這個人就跟美國特朗普和班農的理念一樣 就是他們翻譯民粹主義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叫法 populism 就是說人民為主的 實際什麼都是人民為主的 所有民主運動都可以 但是他實際就是主權 所有的利益 利益歸人民 所以你看到他們相同的 特朗普也是 什麼都是 拿人民的利益 站在第一個為 拜登就未必是 他黨的利益 共產黨就更加不用說了 這個Niger Fargo 就是他也是推廣這個 他覺得現在英國這套政制 一會兒有工黨 一會兒有保守黨 調來調去 實際上沒什麼大分別的 他覺得要來一個由根拔起的一個選舉制度 所以他叫他自己的派 黨也好 叫做改革派 或者改革黨 一下子就在民意調查那裡領先了 當然工黨就是第一日最受歡迎 因為保守黨的事情不行 過去那幾十年都不行 然後第二就反映到他 而保守黨就排第三 之後民主黨就再落後 落後一點 那個一向都是小黨 那問題就是他基本上很多保守黨的人 就開始歸他那邊 退黨 退黨去歸他這個改革黨 這樣英國就亂了 全世界的注意力 因為英國都蠻重要的 英國對世界的那個所謂精神領導 政治精神領導很重要 全世界的目光都注意在那裡 變成記者每個人都去他那裡 我們看看不是很堆勞 如果我們起了一個記者招待會的注意力 我們完全拿不到別人的注意力 將來也想不到播或者想不到電視 我們不如等他整個選舉 7月4日的選舉塵埃落定之後 我們自動手 自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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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我們 當然我們這次六個人被通緝 我們要提 但是主要我們的目的 我這個要講清楚 主要這次記者招待的目的就是為了香港議會 因為我一直在計算 西人在香港出生 以及在香港住過7年的西人 即是有資格投票 以及他們的下一代 這個數字很驚人 實際肯定過了100萬人 肯定過了100萬人 我就覺得這個 所謂我們香港議會普選的選舉成員 選舉投票人成員 那個成份 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群體 這個群體就可以幫得我們很重要的 因為在英國人現在的看法 不要說英國政黨 政黨有其他利益問題 有捐款者 它要照顧其他利益 所以在英國人的心目中 中共是偷了香港的 騙了香港的 騙了香港的 答應你 什麼都答應 有什麼 又有相報算 有什麼 早知道自由 新聞自由 什麼什麼言論自由 都說齊了 按照中英國的聲明 什麼都答應了 直至就什麼都沒有做 又說50年不變 現在25年都沒有夠 那就已經變了 英國人看得清楚了 人民的眼睛雪亮 英國人沒有文盲的 每個人都清楚 尤其是在香港住過的應該 或者在香港出生的應該 有一種感情 就是和我們一樣 沒有分別的 在香港長大的 當然是當我們香港的情侶 那個經濟 經濟啊 人和人的關係 挺和俗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明白嗎 永遠有問題 但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大家都基本上是一個 是一個健全的社會 香港是一個 那些人有感情 看到你中共這樣做 人家的心裡全部是 感怒不敢言 沒有辦法 沒有渠道 沒有渠道去發言 想做也沒有做 英國的政黨 你知道呢 英國內部有很多問題 兩個政黨 搞來搞去搞去 你看看 那些全部都是陰謀詭計 跟那些人民的利益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又說他開派對 怎樣怎樣 你說跟英國個人 人民的利益有什麼關係 一點都沒有 所以中英國人民都是實際 如果有機會給他們表達 一定表達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好的時機 我就想趕快去 上個禮拜 整個禮拜去英國 當然這個記者知道 我們去押後不是大件事的 這個全部可以押後 關鍵就是看明白 英國那個所有的政治 英國的政治 那之前保守派實在是 經濟壓力不好 總之就不行 這個信套都不是選上來的 就是他靠裡面 在那裡內鬥啊 陰險啊 陰謀啊 出這些東西 那根本就是 本身那個 受歡迎的程度 非常之差 那這次選舉 7月4日這個選舉 就看起來都是 工黨就會贏的 但是我們要明白 我們香港人要明白 英國的一部分 可能不是全部明白 但是我也要明白 英國呢 好像在香港的英姿 那些是有錢人 他們傳統上呢 就是支持英國保守黨的 那工黨嘛 寫明的工人嘛 那他們呢 就是 工黨是比較左 但是他們那個 所謂的選舉 他們的支持力呢 是主要來自 普通的勞虎大眾 而那個保守黨呢 就比較是 有些資產的人 大大的 大公司啊 或者比較 英國化的人 就有支持保守黨 所以我們那個一直 我們香港的問題呢 都是 你們記得 由大卓宜一直交出去 都在保守黨那邊 在拿我們香港呢 就是 你想想 他在烏克蘭啊 福島啊 不是烏克蘭 對不起 在福島啊 他願意出兵啊 死了這麼多人 去保護一個幾百人的島 那個島差不多 等於我們香港長洲 那樣 出兵啊 沉了整架戰艦啊 死了多少人 為什麽在香港 他們反而不肯呢 啊 一路就這樣 就這樣就送了啊 拿我們香港 自由的人送了 給一個專制政府 大家就明白 因為 就是因為 保護英資在香港的利益 英資在香港賺很多錢的 尤其是80年代 剛剛大陸開放 香港的貨幣 你想想多少貨 大陸很多貨 進很多貨 很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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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那幾家洋行 在香港的洋行 全部都是代理的 他們燃走 所有名牌的東西 都是他們代理的 你想想他們賺多少錢 那時候80年代開始 他們對英國政府的政策 影響力大到你 沒有辦法明白的 他們作為一個英國人 香港的英國人 他們捐多少錢給那些議員 去競選 沒有問題的 完全合法的 你想想他們賺的錢 扔都可以扔死人了 那些錢多了 所以英國沒有辦法 我會太卓爾 那天 回歸那天 一點都不自受訪問 覺得可恥 要拿一個自由的人民 交給一個專制的政權 那時候他已經不舒服 如果不是做什麼 如果正常 為什麼不自受訪問呢 你們看光了 一個都沒有 他以後都是大財 查理斯王子 彭定康講的 明白 心裡面非常覺得羞恥 所以你看看一路的政策 我來了英國差不多四、五年了 你看到我們經常回來 為什麼完全沒有人支持我們 英國政府為什麼完全不支持我們 香港議會呢 有時候彭定康訪問一下 他都沒有空 就是推了 因為他們怕得罪中共 這個就是問題 他們基本上 就站在所謂英國英資的利益那方面 不是英國人民 英國人民的英資 也未必是一件事 香港 香港監察 我覺得他們收留香港很好事 我做圈你們捐錢給他們 香港監察 不過BNO 絕對是好事 讓我們香港 年輕人也好 走投有路 不是走投無路 這個是好事 但是當我跟他們一講講 關於香港議會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你要明白 他們香港 觀察的背景 就是保守黨 這些事情 你們很少聽到別人講 和蕭陽義無關 他是看回來的 他看不到的話 他就不講 就是這樣 你看到 在英國 幫我們香港人做事 最多就是香港監察 他就是那個背景 彭丁康也好 後面那幾個所謂的 那幾個trustee 全部都是保守派的內容 不是問題 但是一講到我們香港人要自決的話 要自己有自己的議會的話 肯定這件事得罪了共產黨的了 他們當然不敢支持 或者不想支持 不管怎樣做 才沒有支持 那現在這次在7月4日的選舉 工黨上場怎麼樣呢 我不是說他們一定幫我們 但是有個機會 工黨是代表人民的聲音多些 人民的聲音裡面 有些不是太講的 不是公司的利益 什麼什麼利益 那些 所以我看整個英國 我每次來英國 我來十次都不知道 過去那幾年了 過去那幾年了 每次我經過移民局 塗護照 那些人問你來英國做什麼 我就說我為香港自由來的 我是抗爭者 非常之佩服我 說話是完全面色改了 最後呢 我走的時候 還說祝我好運 就是good luck 就是證明了 這個人民 是站在我們香港人那邊的 要明白這件事情 那些在香港住過7年 或者在香港出生 更加支持 更加同情我們香港人 這個是非常之大的助力 對我們的助力 我們大家都清楚了 在香港出生有權投票 在香港住過7年有權投票 他們的下一代有權投票 那你想想這幫英國人 這幫英國人 在香港出生 或者在香港住過7年 和他們的下一代 不少人的 百多萬 我都搞到百 審定過一百萬 那你想想他們對我們 他們對我們的支持 那個鼓勵 他們不怕共產黨 我們香港人 住在香港人怕 住在海外的香港人怕 為什麼 怕 現在你知道 現在台灣台獨 你講個題一題 傾向台獨 都要抓進去鎖 就是全部 他用共產黨這招東西來嚇你 而真的嚇到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我們香港的華人 基本上被他嚇到七七八 嚇到八百九九 不是七七八八 真的是一件事 但是英國人不受理 人家投票開的 而且他沒有打算回香港探親 也沒有打算去大陸 對他們來說 投一張票是很無限的 而且他們對香港的看法 他們有他們的看法 不要以為他們支持我們 他們有他們的看法 但是他們的看法就是 你共產黨騙了香港 搶了也好 騙了也好 他們要出聲 我們要求出聲 只不過是投一張票 又不用出血 又不用出錢 對英國來說 這些是家常變化 他們已經投票的 一會兒他有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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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投票 對他們來說 這個民主是很正常的 這個英國人就是非常開通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押後了這個記者消退 我想著 要回到英國 住一段時間 專門在他們身上做工作 記者消退會只不過一開始 就是說 你們有權這樣做 但是要做很多功夫 你看到我現在的網路下面 有我的email地址 我希望你們可以 以前認識的英國人 我很可惜 我認識的英國人 差不多年紀很大 你想想我真的幾歲了 我以前小時候 我在學校 我是姓氏特派 在聖工會讀書 我聖工會讀書 我認識很多人 他們在夏令營我都去過 我在聖約翰助堂 很多營 我認識的那些人 差不多 還有我的英國先生 差不多 很大年紀 有很多已經不在了 我會盡我的力量 去運回他們 但是我希望你們看到 我下面的email地址 你們可以告訴我 你們有哪個 好像以前的english foundation 那樣 這麼多學校 十幾間學校 你說裡面的那些負責人 我都認識的 他們對香港充滿感情 在香港讀過書的人 你想想 中學小學 或者什麼讀過書的人 他們那種感情 大家可想而知 可以幫到香港的一定幫 誰啊 教會啊 以前公務員啊 軍隊啊 警察啊 很多很多英國人 在香港做事 洋行啊 你們如果有什麼關係 拜託你們請一請 email給我 我一個一個去找 我打算 就說 七月到 我就回去 就逗留一段時間 不斷地跟他們聯絡 要求他們幫我們 因為他們有投票權 而且他們有勇氣 我們老老實實說 華人 找不到一成 找不到一成人 有這個勇氣來投票 你們當然要說 我什麼 不要緊 你們 我完全明白 我完全明白 今天我在香港 我都未必夠敢 但是我講老實話 所以呢 我們希望 我們很多觀眾裡面 跟那些以前 跟那些西人 香港的西人有關係 不一定要有英國 澳洲又可以 新西蘭就少一些 人口少一些 加拿大有很多 都有很多西人 未必一定是英國 美國自然有 我們要跟他們接觸 他們對投票 對普選的心態 對香港的心態 跟我們不一樣 未必是像 可能是高於我們香港 所以我今天要講清楚這件事情 我希望 尤其是英國 我現在集中在英國 英國我們希望有一批 以前我們香港的自己人 真是人 可以幫我們 加上我們現在是英國的香港人 形成一股勢 可以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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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影響到英國政府 起碼工黨 還有可以影響到 政府 可以影響到英國政府 政府直接 現在共產黨這樣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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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個國家在搞 將來 在國際法庭 要求 要求追究中英聯合聲明 甚至要求賠償 完全是可以合法做得到的 但是這股力量一定要用 一定要聚集起來 我們和這幫英國人 甚至有其他國家 但是英國是一個好的地點 因為英國是香港原來的中主國 那你又是合約國 你和中國穿了 我喜歡你的聲明 對方就毀約 你去告他 要求 追究要求還原 要求 賠償 要求 要求 這些是非常之正常 不做就是我不明白 從來我們那些 所謂的公民黨 那幫律師 從來沒有人出聲 那你在香港不好意思出聲 那你來到海外都可以出聲的 我還沒看到有人出聲 違約要告 那這個人追究 這個是天公地道的事 為什麼沒有人敢出聲 不明白 完全不明白 那所以呢 我對英國的期望 我這次離開了 那我就還要做很多其它事情 英國我有這樣的期望 希望大家 誰在英國有什麼關係 我下面的email有地址 你發給我 我會有他們的拜訪 最好有他們的電話 我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他們 利用這些 這樣的同學的 都是自己人 記得 西人的香港人 都是香港人 菲律賓的香港人 都是香港人 還有很多的 還有很多潛力 我們要發掘 不要這樣 因為我們香港人害怕我們熟 不是 一步一步走 每有一件事 一樣一樣要解決 千萬不要放棄 好嗎 今天短短的就講到這裡 大家要幫忙想 幫忙去找一些關係 所有政治都是這樣的 靠大家人和人之間互相溝通 然後才變成一股勢力 因為這些身體 棒 都向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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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紀念 都向姑娘 有這些 都向姑娘 那一字 都向姑娘 吧 每一字